大家好,今天乌克兰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 莫斯科的市长索布尼亚宁今天证实 在莫斯科凌晨4点左右记录到两架无人机 飞越住宅,目前没有人员上网 但随后有更多的无人机攻击了莫斯科 有一架坠毁在贡清城地铁站 贡清城地铁站在这个位置 它在莫斯科的环路巴斯曼这个方向 贡清城地铁站实际上是莫斯科的核心位置了 另外有无人机撞向了利哈乔夫大道的一栋商业大楼 可以看爆炸的现场 贡清城大道的住宅也受损 爆炸造成了窗户、玻璃全部震碎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交通已被封锁 这是在莫斯科的环路中心 去过莫斯科的都知道 实际上已经是莫斯科的核心位置了 现在报告地铁的运营服务还在进行 从4点开始 这个无人机袭击 现在已经导致整个莫斯科交通已经瘫痪 莫斯科的利哈乔夫大道整个被封锁 另外莫斯科市中心到达贡清城 就这个红色的这条主要的交通 这个道路已经被封锁 就完全不允许通行了 所以莫斯科的交通 现在已经部分受到限制 可以看这个爆炸现场 建筑物的屋顶受损 另外俄罗斯方面最新的消息发布 有一架没有爆炸装置的无人机 坠落在莫斯科的中央公墓附近 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这也是打击商业中心 贡清城 贡清团地铁站附近的商业中心 遭无人机打击的现场 可以看现场发生了大火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基辅企图利用两架无人机 对室内实体进行恐怖袭击 遭到俄军电子战手段的压制 两架无人机被压制坠毁 但随后乌军发动了更多的无人机袭击 可以看这是无人机 凌晨四点左右打击莫斯科的画面 那么俄罗斯的外交部已经表示 乌克兰政府发动了对莫斯科的无人机打击 是恐怖主义行为 那么现在莫斯科的整个的交通呢 目前已经被封锁啊 特别是从莫斯科市中心啊 到贡清团这个地铁站附近 所以打击的主要位置是在这个地铁站 那过去呢 大家可以看啊 过去呢 是让乌军的无人机只能飞越到哪呢 飞越到 卡卢加之图拉这一线 就很难进入到俄罗斯这个莫斯科的外环 很难接近这个M14 克里莫夫斯克 波多利斯克这个方向 而且无人机主要是从南部啊 从南部攻击莫斯科 但这一次的无人机呢 它一个特点是从北部啊 飞来的无人机攻击的是 莫斯科的核心位置 也说现在北约方面啊 或者是美国方面的情报 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 俄军在莫斯科的防空的 真空啊 真空地带 所以乌军的无人机可以通过 这个真空地带进入到莫斯科 也就是说对莫斯科整个的防空系统 乌克兰方面已经非常明确的 掌握了这个相关的信息 因为过去无人机啊 从南部地区进攻 俄军呢在南部 使用电子手段啊 包括这个 屏蔽GPS信号 所以当地的很多车辆啊 通过这个卡卢加 图拉这个方向呢 如果使用导航的话 手机导航的话 经常会失去这个信号 或者是导航错误 就被俄军的进行压制 电子战压制 但是北部 莫斯科北部地区的防空 现在并没有 向南部 进行大规模 这种电子战压制 所以现在乌军的选择攻击 是从北部过来 那么发射地点呢 很有可能是在乌克兰的境内 现在俄罗斯方面 掌握的情报显示呢 这个无人机飞行的距离并不远 特别是这个无人机 是经过组装的 也就是在俄境内 或者在边境地区组装 带到俄境内以后呢 发射 那现在可能的方向呢 是来自于 类似于芬兰 爱沙尼亚啊 或者是波罗的海三国的边境 从波罗的海方向 进入俄罗斯 然后在这个方向发射 另外在高加索方向呢 也不排除啊 是从格鲁吉亚 包括亚美尼亚 靠近阿萨拜疆 这个边界地区 秘密地进入俄罗斯境内 然后呢将这个无人机组装 因为这些无人机的背件呢 实际上在俄罗斯国内啊 它是很难进行检查的 拆成零件以后呢 你很难发现它最终的目的 而且这个无人机呢 装上这个高爆弹头 最后组装上高爆弹头的话 它就变成了一个攻击性武器 所以俄罗斯现在首都莫斯科 包括圣比特宝 已经完全限制任何无人机的飞行 这是今天关于莫斯科啊 遭到无人机打击的情况 那你可以看呢 现在实际上莫斯科的市中心 已经受到威胁了 而且现场的爆炸威力 也非常强大 可以看这个楼 实际上已经被一层 一层楼已经被烧毁 那俄罗斯现在呢 也在防止啊 乌军的这个无人机攻击 包括克里姆林宫等重要目标 现在最新的消息 克里姆林宫已经加强了戒备啊 红场方向呢 也已经戒严 所以莫斯科现在非常紧张 从市中心到 共青团地铁站 这个附近的已经被 完全封锁 红场呢 实际上就靠近这个莫斯科的 环路 西部啊 大概在位这个位置 莫斯科红场 所以它实际上 大家可以看啊 这是克里姆林宫 靠近西部这个方向 那么实际上 这个爆炸的位置 距离莫斯科红场 克里姆林宫 大家可以看啊 你在地图上都可以看到 直线距离 坐地铁的话 四站 四站地铁 就到了这个红场 也说明 这一次攻击共青团地铁站 实际上 乌克兰方面向 俄罗斯展示的能力 就我可以打击 克里姆林宫 打击 普京的办公中心 指挥中心 向俄罗斯方面呢 也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 俄罗斯方面呢 不排除 会有更大规模 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 那袭击莫斯科的同时呢 今天呢 在克里米亚方向 克里米亚的领导人呢 阿克特肖诺夫呢 也证实 基辅呢 夜间出动了17架无人机 对克里米亚半岛 发射 无人机进行打击 最后呢 14架无人机 有11架坠毁在黑海 另外3架呢 坠落在克里米亚领土上 三架飞机被防空手段击落 未造成人员上网 那克里米亚方面已经宣布啊 已经暂停了克里米亚大桥的铁路运输 那克里米亚方面呢 已经宣布啊 莫斯科 至塞瓦索贝尔的这个火车 在新菲罗贝尔的詹科伊附近 在这 詹科伊附近已经停运 那么现在铁路呢 已经终止 主要是防止啊 有更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造成人员上网 那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报告 为防止恐怖分子和迫害活动 正在对克制海峡的船只进行检查 通过克制海峡的船只 必须经过俄斯联邦安全局的检查 联邦安全局表示 7月22号 一艘从土耳其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 顿河畔罗斯托夫 装载谷物的外国干散货船 船舱内发现了爆炸物痕迹 而且该干散货船的结构 也有第三方干扰的迹象 就经过第三方的重新设计 所以俄罗斯方面怀疑 该艘船呢 有威胁克里米亚大桥的风险 该船呢 于5月停泊在乌克兰的利基亚港 7月份 由12名乌克兰公民组成的船员 在土耳其图兹拉港进行了彻底的换装 这情况表明呢 可能乌克兰方面会利用外国的船只 运送炸药 那该船呢 可能威胁到克里米亚的安全 克里米亚大桥的安全 所以呢 已经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了封锁 从现在呢 乌克兰方面啊 还有在南部啊 扎布洛南顿尼斯克方向 这个战场的情况来看 乌军呢 现在实际上他的这个 反攻第二阶段已经开始 我昨天节目给大家介绍了 乌军的这个反攻已经开始了 而且从昨天呢 投入这个大量的暴使坦克 特别在扎布洛方向 马里布尔这个方向 那也说明呢 乌军的这个大反攻啊 第二阶段 实际上已经针对克里米亚已经展开 现在来看呢 乌军的第二阶段的反攻呢 主要还是要攻击 马里布尔 比尔江斯克这个方向 那么就要切断M14公路 也是针对克里米亚 那针对克里米亚呢 主要是防止 俄军通过克里米亚 对奥德萨 对尼格拉耶夫发动进攻 切断了补给线以后 俄军就很难再有大规模 进攻奥德萨和尼格拉耶夫的 这个作战能力 所以乌克兰的第二阶段呢 就是要切断M14公路 甚至要用远程武器 封锁克里米亚大桥 甚至使用船只 炸药船炸毁克里米亚大桥 那这个反击中呢 也包括用无人机 对莫斯科进行打击 对莫斯科打击呢 我觉得更多是宣传效果 也就是实际上通过无人机的打击呢 在俄罗斯国内散播这种恐怖情绪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未来不排除啊会有更大功能 对莫斯科的空袭 我呢还是提醒在俄罗斯 在圣比特宝 在莫斯科的华人 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现在乌克兰方面呢 它呢实际上 已经获得了北约啊 西方的 远程的进攻性武器 像无人机 它是都经过升级的 而且呢 无人机的导航非常精确 你可以看根本不受俄罗斯的这个电子弹设备影响 它可以精确的命中啊 莫斯科市中心的目标 而且你看现在攻击的目标是什么 是民用的商业中心大楼 它不是军事目标 你说明未来乌克兰方面呢 可以看啊 它打击俄罗斯 它攻击俄罗斯 它不会选择什么民用目标 军用目标进行区分 它是无差别打击 所以这也是俄罗斯啊 在莫斯科的华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在克里米亚方向呢 先来看乌军未来呢 在克里米亚会有更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这个主要是配合在扎布勒 在这个大诺西尔卡这个方向 乌军的进攻 无人机打击 克里米亚主要是要切断 克里米亚的这个后勤补给通道 那现在打击以后 张科伊的这条铁路已经中断了 这个铁路中断呢 实际上俄军的后勤补给物资 想要继续增援 包括梅利图本 比尔江斯克 赫尔松这个方向 就会非常困难 也就是通过无人机的袭击 来牵制俄军的后勤补给线 特别是M14 所以乌军未来的无人机打击 会逐渐增加 那么在地面方向 在大诺西尔卡 在M14公路这个方向的进攻 乌军未来会投入更多比例 甚至乌军的这个总约队 会完全投入到这个方向 另外俄罗斯方面呢 我觉得一定会报复 普京呢一定会报复乌军 所以未来呢 对基辅 对利沃夫 对乌克兰这个无人机生产中心 甚至包括在奥德萨港附近 一些外国船只 俄罗斯方面 我觉得未来也会进行打击 所以俄罗斯的空袭力度会加强 特别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 一些重要目标 甚至包括乌克兰的这些高层人士 我觉得下一步也可能会有斩首行动 所以在基辅的华人 我觉得也要注意安全 莫斯科和基辅现在都不安全 都可能成为对方无人机打击的目标 那么美国的国务情布林肯 已经证实啊 美国呢将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 F-16战机到达乌克兰以后呢 俄罗斯方面一定会反制 那这个战场呢 就一定会扩大到 北约国家的一个边境地带 也就是乌克兰它国内的机场 很难起降F-16 即使起降F-16 有一些机场可以起降 那么俄罗斯的导弹也能攻击这些机场 也就是说F-16战机未来呢 它可能会部署在波兰 也就是靠近这个波罗的海这个方向 那俄军未来不排除打击 这些军用机场作为目标 实际上整个战争会逐渐升级 而打击的不是美国 打击的是北约的这个波兰 立陶宛 拉图亚 爱沙尼亚这些目标 那大家看啊 实际上俄欧战争由黑海方向 看到了黑海方向 向北逐渐向波罗的海方向靠近 你说战争正在从黑海 扩大到波罗的海 那这也是美国我觉得 最希望看到 就把俄欧战争由这个区域 黑海区域的战争 扩大到整个欧洲的战争 这样扩大到欧洲的战争以后呢 整个的欧洲都会听命于美国 俄罗斯在东欧地区做大 美国就更好控制这些盟友 美国说什么 这些盟友必须支持 就像法国 他也很难再反对美国 所以俄欧战场这个战争 外溢 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大概率事件 这是我个人的观察 另外呢 在波兰 立陶宛 拉图亚 爱沙尼亚 华人 我觉得也要注意安全 现在美国 明显是要把俄乌战争 外溢 要扩大 扩大到像波兰 立陶宛 这些波罗的海国家 那现在很多人可能会怀疑 说打击波兰 那北约会不会介入 实际上现在北约已经和俄罗斯参战了 特别是北约的武器已经攻击到俄罗斯本土了 现在呢 北约的这个 急速弹药已经打击了比尔格德州 所以未来呢 俄罗斯和北约直接开战 在边境地区 包括在波兰 立陶宛边境地区开战 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下一步呢 实际上俄乌战争会逐渐扩大成 东欧地区的战争 由俄罗斯 乌克兰黑海方向 扩大到波罗的海方向 那这样的这个老欧洲 包括德国 像意大利 老欧洲国家 他们实际上就变成了 俄罗斯和乌克兰对抗的 一个前沿 波兰 包括立陶宛就成为战场 你可以看 现在逐渐地向欧洲方向靠拢 那这个美国呢 会积极推动 因为这样的话 欧元 也就是欧洲的这个资本 可能会外逃 就要对美国的 金融市场也是一种刺激 把欧洲的这些资本 又赶回了这个美国 所以你看美国方面 我觉得在对待欧洲的态度上 非常实用主义 为美国立福 把欧洲当成提款机 这是今天的乌克兰的无人机 打击莫斯科的最新消息 我后续会持续关注 俄罗斯方面的反击 一定会打击乌克兰的 无人机生产基地 像包括奥德萨 包括利尔夫这几个方向 我会持续关注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次